好莱坞那些离大谱的搞笑日常 安东尼霍普金斯当年曾凭借沉默的高扬中精湛的表演 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但当时手握小技人的他绝对想不到 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 竟然严重地影响到了他晚年的感情生活 在前不久安东尼大爷的前女友爆料 当初提分手就是因为一看见他的脸就能想起来汉尼瓦 总觉得他要把自己给烹饪了 尤其是安东尼邀请他去临终度假屋的时候 这大姐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名场面呢 对此有网友表示这娘们也是死心眼 你把她假牙磨收了不就行了 而事实上安东尼霍普金斯也不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了 话说他当年在公路上遇到一个车辆爆胎的女士 这老爷子也是出于好心就停车问他需不需要帮助 然后爆胎的大姐当时就下的报警了 说友人要吃了他 此时请求老爷子的心理阴影面景 全游中小恶魔的扮演者比特丁拉基 前几天在一个播客节目中泡轰了迪士尼 他表示既然新版白雪公主已经出于正知正确的考虑 找了个拉美意的女星来演白雪公主 那么为什么还要保留七个小爱人 以及他们住在山洞里的设定呢 这完全就是在歧视侏儒症患者呀 然后迪士尼第一时间表示 自己会重新慎重考虑关于七个小爱人的选角和设定 然后侏儒演员们崩溃了 本来一年到头就没几个角色能演 好不容易等来个小爱人的选角机会 结果被这位影帝一个嘴炮给打没了 他们纷纷看直播表示 丁拉基并不是侏儒演员的权威领袖 他代表不了这个群体 我们还是很乐意扮演这类角色的 希望迪士尼能重新慎重考虑 给自己一个试镜的机会 同样是迪士尼 那个美女与野兽的舞台剧 因为找了个超大马黑人女演员 来演女主贝尔被观众群嘲 我记得野兽是个公的呀 更要命的是 当观众看到了王子是个独腿的残疾人之后 议论声就更大了 拿政治正确整佛 非得这么丧心病狂吗 但事实上 这位独腿男演员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当初他来面试的是主台这个角色 他的独腿跟角色形象非常匹配 但是导演看到他之后 灵机一动 既然贝尔都那个样了 为什么野兽不能是独腿的呢 对此我只能说你开心就好啊 希望你对你的人生 也是这个态度好不好